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达尔富尔问题 达尔富尔问题又称达尔富尔战争 是非洲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一系列这个民族矛盾冲突 再加上达尔富尔地区本就属于苏丹的这个领土 因此之前那个苏丹和南苏丹的这个内战就让 那个地区的局势又复杂化 再加上那个西方大国对这个问题的插手 使得该地区成了世界上这个最复杂 最难以解决的这个冲突热点地区 因为达尔富尔他涉及到的这个民族啊 民族矛盾这个宗教矛盾 还有这个地域冲突 还有各派各个政治军事派别之间的冲突非常之多 所以说 所以为啥就说他是那个很一个很复杂的这种冲突热点地区 那么如何分析这个达尔富尔问题呢 如果我们从这个细节入手的话 将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因为他这个里面这个派别民族成分太复杂 所以我们先不要去管细节 先把握这个 先把握他的总体趋势 一定要把握他的这个主线脉络 才能把问题这个弄清楚 才能了解到这个问题的根源 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使用黑格尔小逻辑 还有逻辑分层透视法 把达尔富尔问题分成五个层面 存在层 本质层 现象层 现实层和概念层 那么首先分析第一层面 存在层 达尔富尔问题为什么会存在 那这就要讲到达尔富尔 乃至整个非洲的历史 19世纪 西方掀起 瓜分非洲殖民地的狂潮 他们在非洲地域圈地 并且划分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 有的时候 他们甚至直接在非洲地图上 用这个铅笔尺的 划出各自占领的这个势力范围 这就导致非洲 今天这个各国疆界有的地区 你会发现 他这个边界都非常笔直 只有当年这个西方殖民者 瓜分非洲使命地的时候 就因为他就直接用那个 铅笔尺的画了 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民族独立运动兴起 各个非洲国家纷纷独立 然后他们国家的边界呢 也就沿用了之前当年 这个西方殖民者 划分殖民地的时候 那个势力范围那个边界 但这种边界划分 它是很不合理的 比方说达尔富尔地区 它就有很多这种民族 但是它就会强行划划划到这个苏丹的这个领土里头 这就导致了整个 这就天然存在的整个民族矛盾 各个民族之间 他为了争夺这个资源 包括水源 还有投资 自然那会是剑拔弩张 然后最后发展到大打出手 然后你这个管辖 这个地方的苏丹政府呢 你又没有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 然后本身经济也不强大 军事也就那样 所以导致整个达尔 导致整个你这个苏丹中央政府 你根本 就是根本压不住这个东西 所以导致整个达尔富尔地区 整个是冲突不断 狼烟不止 所以我们总结起来 其实达尔富尔问题之所以存在 其实就是由于这个达尔富尔地区 这个民族 多民族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 这几乎是很多国家 这个矛盾冲突的这个根源 对吧 有些民族 还有些民族之间 他就是粘不到一块 这个信仰 生活习惯啊 有时候差异太大 就导致很多 这种摩擦呀 还有冲突 所以这个达尔富尔问题 归根到底 它的存在层 其实就是 一个是希望殖民者 他这个殖民 然后划分这个民族问题 划分这个边界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这个 多民族的这个问题 那么从达尔富尔 如果反观中国呢 中国他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国内存在着56个民族 但为什么中国 就能在多民族情况下 保持相对稳定呢 那么第一个原因 就是汉族 就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地区 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 汉族人口占了全部 中国境内人口的90%以上 形成绝对多数 第二个原因就是 有这个中华民族概念的这个东西 上世纪梁启超提出了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他有利于就把整个中华 中国境内所有民族 他做一个整合 当然第三个原因 就是那个强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 中国自古以来 传统都是一个大一统的 中央计券政府 当然这个是有利有弊的 有利的地方 就是在于一个强大中央政府 可以对境内各民族 进行他一个有效管理和控制 当然这个弊端就是 有时候这个政府太加纳 可能会对个人权利 造成一个碾压 或者是一个不利的这种东西 反正也是有利有弊的 不能说完全 不能说完全有利 或者说完全有弊 那么通过达尔夫尔 跟这个中国的这个比较 那么第二个层面 本质层也就出来了 达尔夫尔的本质层 其实就是民族之间 各个利益冲突 因为一切冲突的本质 其实都是利益的冲突 你不管东民族冲突也好 其实他最后冲突的本质 还是一个利益冲突 那么利益冲突呢 他有体现在政治利益 还有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 达尔夫尔这个地区 可能要以那个经济利益冲突 要多一些 比方说这个对于这个水源 非欧地区本来就是 这个水泽源比较贫 然后再加上达尔夫尔这个地区 本来水资源就有限 所以各个这种多民族 对于这个水源 这个争夺是十分强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这个投资 你这个中央政府 对这个达尔夫尔地区投资 有的地方多了 有的地方少了 俗话说不换寡 换不均 当这个投资分布不均的时候 有的地方 有的民族又得了好处 有的民族他就没得好处 他没得好处那些民族 他就肯定要 总的要闹 闹腾这么一下了 对吧 向中央政府显示他的存在了 意思是让中央政府 多给他点好处 就是这样 所以说 他这个冲突的本质 其实还是一个 民 他是一个利益的删法冲突 那么第三个层面 现象层的 现象层就是达尔夫尔地区 各派势力的 你真我 我互相攻击 比较典型的几股势力 比如说什么 牧民武装部队 还有什么 公益平等运动 简称叫什么 JEM 另外一个就是苏丹解放军 SLM 也叫这个苏丹解放运动 他跟这个南苏丹 有着很强的这种关系 各种势力 还不仅包括这些 还有好多 什么苏丹革命委员会 什么这个阵线 那个阵线的 各种势力 犬牙交错 你真我都互相打 今天你打我 明天我打你 各种势力 粉末登场 你唱吧 我登场 就是个这 导致整个地区乱成一波州 天天都在打仗 然后第四个层面 现实层 不断固化的现象 成了现实 那么达尔富尔地区 这个长期这个冲突 拉锯 导致整个苏丹 政府 皮肥奔命 你就得在这个地方 投入很大的资源 维持很大的这种 政府军 你 天天你得跟各方 市里天天 你得干仗 对吧 天天 每天打仗的时候 你这个国家经济 发展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 苏丹经济 所以苏丹经济 整个 他就一直就发 发展不起来 他就苏丹经济 他本身 他本身 他本来 他就经济就发达 再加上达尔富尔 这么一闹 完了 你这整个经济 基本上就 全部都垮了 全部都 全部都得偷入战争了 然后第一个层面 概念层 就是达尔富尔问题 长期存在削弱的苏丹这个国力 苏丹政府 苏丹政府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放弃达尔富尔地区 你就画出来 你就把达尔富尔 画出来 让他们自己闹下 要么就是 你只能 要么你只能这么无休止 再跟他们闹下去 依赖 然后依赖国际援助 再加上苏丹本身 他那个制造业就不行 他就没有自己本国制造业 然后经济结构十分单一 他出口原材料 对吧 出口原材料 你那个没有自己的制造业 结果导致 没有自己的制造业 和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 导致你这个只能 经济结构单一 经济复杂度很差 所以 你对这个外来环境的变化 的这个耐受力非常之差 尤其现在美元 换了一个趋劲 这个 这个 每年数加息塑表 你这个 货币肯定 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压力 经济可能也就是每况愈下 最终长此以往 你最后 还是得放弃 因为你根本对付不了这些人 所以结论呢 就是这个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 其实就在于当年 希望殖民者在划分非洲殖民地的时候 把很多互相矛盾的民族划分 划到一起 然后导致各个非洲国家独立之后 马上就会严重的民族矛盾的预期 其实达尔富尔问题 只是非洲这种冲突的其中一个缩影 其实你看非洲其实各个国 其实各个国家 他都有很很大的这种冲突 其实一多半这种冲突 都是这种民族矛盾引起的 就是把不同 你把不同两个 两个完全不同信仰民族 你捏到一枪心捏到一起 然后等独立之后 然后必然他的矛盾就公开化了 你如果在殖民地时候 殖民中主国 好歹还能压那么一下 你独立之后 国家经济又不强大 对吧 给不了那么多好处 结果肯定最后矛盾 肯定就必然就四起了 达尔富尔这个地区 地处这个苏丹境内 由于这个苏丹境内 国家经济本来就非常贫弱 再加上前段时间 那个苏丹内战 把整个国家经济打得一塌糊涂 对 你就没有足够的经济来 你就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 那个收买各个民族 对吧 你经济不强大了 那各个民族肯定要跟你闹事 导致各个 所以就导致各个民族 为了挣脱有限资源而冲突不断 更有意思 这些西方大国 你这些西方大国不去帮助 这个苏丹政府稳定 这个国内政治经济局面 反而一再在国际上 山英峰点鬼火 达了什么民主自由旗号 然后支持这个反政府补装 这是民主的表现 但实际上 他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只会造成苏丹局势进一步恶化 苏丹的国民经济发展 那更是无痛谈起了 那苏丹最后 那最后只能是 苏丹人民进一步贫困 包括达尔福尔地区 再贫困 然后再启示 再闹事 然后陷入不断的 陷入不断的这种恶性循环之中 这也告诫我们 一个国家经济贫弱 无法发展的话 等待它的 也只有社会动乱和社会动荡 这就为啥 咱们一直强调 要发展经济 一定要发展经济 你经济不发达 你搞啥都是白扯 你搞啥都是白扯 你只有经济强大 人们都能获得好处 你这个社会这个局面 才能稳定下来 经济强大 它政治局面 它就稳定了 你如果经济不强大 对吧 人们都挨饿了 那肯定就不跟你玩了 今天一造反 明天一运动 对吧 搞得你整个就死 搞得你整个国家狼烟四起 风烟不断 那你就完蛋了 那你就整个国家大局就崩崩坏了 就跟那个 就跟这个 达尔富尔一样 闹成了 闹成一锅粥了 所以我们为啥一直强烈 要发展经济 必须要发展经济 这不发展经济 真的不行 不发展经济 然后你搞这种自由民主 最后只能是一团糟 最后只能是一团糟 民主自由 其实也不过 这是个警察天二的东西 当你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在 对吧 你在搞一个自由民主 可能有点 有点意思 但是你不能说 我不要经济发展 就全民主自由 那你这个 那你就还是不顶 就闹了半斤 最后还是一地鸡毛 对吧 民主自由 而且民主自由这种东西 它对国家经济发展 根本没有决定性的作用 对一个国家 真正的决定性的作用 是它这个国家的经济复杂度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发展起来 你必须你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 不管这个过程 多么痛苦 多么漫长 你必须得走 这是所有国家 必须得走这条路 你不走这条路不行 要么你靠外部援助 搞工业 要么你自己 你自己搞工业 反正这条路 你必须走 这必须发展工业 必须发展经济 发展的工业 你这个经济变 你这个经济 复杂度变就提高 你经济复杂度提高 对于这个 外界的这种冲击 就能变小 这就为啥 中国发展中国发展的工业 中国发展这么强大的工业 还有制造业之后 所以不管外界它怎么变 对于中国国内 几乎是什么 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咱们有一个配成熟的完备的一套 工业体系 对吧 外界它再怎么变 无所谓 咱咱可以自己自足 相当于 对吧 我有制造业 我就可以 想生什么 就我的生意 所以工业化 是美国家经济强大的 必走之路 当然说联合国 还有那西方那些人 什么 以什么 更可恨的是 他们还以什么民 本来苏丹经济 就特别不好 各族人民 挣扎在贫困现场 然后呢 然后联合国和西方 这帮人 他还以什么种族灭剧 这种借口 给你 掐断 是不是把这个经济弱 就给你掐了 对吧 你简直就不负责任吧 你这个对吧 简直就不负责任 连禽兽都不如说 就不好听 所以今天就讲这么多吧 谢谢大家 我们以后再接着聊